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這一節課介紹路易斯結構式 路易斯結構式我們分別從原子還有離子 還有分子來討論 第一個看到原子就原素 原素的話是這樣 就是說它有幾個甲電子 我們就點幾點 比方說氫里納甲爐設法 然後我們就點一點 點的時候你就是左右上下平均點 1A組就點一點 2A組皮美蓋斯貝雷就點兩點 那所以也就是說同組元素 它點的方式是一樣 因為同組元素它的駕電指數相同 所以它點的方式是一樣 那3A組就點3點 1 2 3 4A組就上下左右剛好各一點 那5A組的話 5A組注意這裡 因為我們只有點上下左右 所以5A組的話有一個要把它畫成對 那6A組就兩個畫成對 那7A組的話就只有一個不成對 那8A組四個都是成對 那8A組特別注意 8A組會有八個架電子 但是High是例外 High只有兩個架電子 那這兩個架電子 你注意你不要把它點成2A組分開 你要把它合在一起 這是8A組的特徵 那8A組這裡它都是成對的 所以這裡把它點在一起 好這個就是它元素的電子點式的表示法 那我們再看一下 先看一下範例好了 他說這裡各組元素哪些的路易斯 電子點式的畫法是相同的 那這個你注意 既然畫法要找相同 那你應該是先找誰呢 找同組 因為同組元素才有可能畫法相同 同組元素它的架電子的數量一樣 才有可能畫法相同 那所以碳跟硫這個就不是同組 蛋鈴升TBA同組元素 所以這一個蛋跟鈴是同組 那畫的時候怎麼畫呢 1 2 3 5A組 所以畫5點 蛋跟鈴都是5點 然後亥南亞 你注意 因為亥只有兩個架電子 所以它的畫法跟亞是不同的 所以C也不能選 那氫里納假如設法可以 它就一個架電子就點一點 然後亥跟鎂 那亥跟鎂 注意 亥跟鎂雖然都有兩個架電子 但是呢 它這個畫法不同 亥的話是8A組 這兩個給它畫成對 那鎂是2A 那鎂2A的這兩個電子 不能給它畫成對 所以這個你只能選B跟Z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等一下我們要畫 離子化合物的路易斯結構式 那離子化合物是這樣子 我們之前講過 這個1A到3A 就1A里納假如設法 2A媲美蓋斯貝 還有3A的鋁 它們都是金屬元素 那金屬元素一個特徵 就是容易失去 想要失去電子 因為金屬元素 比方說鎂 這裡鎂是怎樣的 282 那282 那282 寫大一點 282 那我們說這個鎂 很希望怎樣 失去最外面這兩個 因為最外面這兩個架電子 如果把它移走 它內層就剩下8個 8個就全滿 很符合巴鈺體規則 就會很穩定 所以這個金屬容易失去外層的架電子 形成氧離子 所以這個鎂呢 如果碰到 逮到機會 比方說碰到氧 那氧呢 是想要搶非金屬 想要搶電子 所以他們剛好逮到機會 這個鎂呢 失去電子 那氧得到電子 那鎂呢 就失去兩個形成MG二症 那MG二症呢是這樣 鎂 鎂離子 鎂本來有兩個架電子 但是他現在失去了兩個 那失去了兩個 我們就給他 寫這樣子 就他的周圍 如果是金屬氧離子 他周圍就不要電 這是約定俗成的 你說老師 他不是還有裡面8個嗎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電了 然後氧呢 氧本來是6A組 那現在二負 得兩個 鎂失去兩個 氧得兩個 那鎂呢 二負 那他本來六個 就多兩個變八個 氧這裡就要點八點 也就是金屬氧離子 外面就不要點 那非金屬呢 這裡外面就要點 這就是 離子化合物的路易斯結構 是他的畫法 那我們呢 再往下看下一頁 那所以我們來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畫 第一個 比方說EA組 里納假如設法 那他呢 如果形成離子 離子的時候呢 就形成納離 EA組就形成一架氧離子 然後呢 周圍就不要點 就NA症 中國號正義 那皮美蓋斯貝勒也是 他形成兩架氧離子 他周圍就不要點 然後MG 中國號二症 那鋁呢 鋁呢 是金屬 然後形成三架氧離子 所以AL三症 周圍都不要點 然後跳到5A 5A就彈鈴 身體比的鈴 那5A會得到三個 變P三伏 所以5A得三個 就變成八個家電子 所以你要點八點 那就是離子的話 你就給他中掛號 三伏 那流 流本來6A組 那得兩個變八個 所以流離子 就這樣子 那氯離子本來7A組 得一個變八個 7A組會得一個變八個 所以氯離子 CL-E 就這樣畫 好 那大家沒什麼問題 那最後看離子化合物 那離子化合物的畫法 是這樣子 就是 比方說NACL 你看 NA是金屬就帶正 氯就帶負 NA正 C-L負 所以氯化鈉的畫法 就是這樣 NA 然後CL 中掛號負 那C-L周圍要點八點 好 就是這樣子 所以MGO也是一樣 MG MG2正 金屬氧離子周圍都不要點 那非金屬呢 6A組得兩個變八個 好 就變這樣子 那MGCL2 那氯化鎂 習慣上會這樣畫 MG MG 鎂是金屬帶正 MG2正 那CL呢 C-L負 八個電子 你注意 因為這裡 綠有兩個綠 所以這裡 再把它一個 大掛號 寫 兩個 這樣OK 那或者 或者 也 常見的形式是這樣 就是 這個美離子 然後呢 每離子 搭配兩個 綠離子 那這兩個綠離子 就畫在它的兩邊 這也是一種畫法 好 好 那看到MG3N2 那MG3N2 同理 就MG每次帶正 MG2正 那氮呢 5A組 得到三個架電子 變三負 好 然後呢 你注意沒有三個 所以我 把它掛好起來 MG 3 抱歉 這個好像有畫到 M2 好 MG3N2 就這樣子 好 最後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那如果它形成的 不是離子化合物 那形成的是分子 那現在分子的時候 怎麼畫它 快速的畫它的路易斯結構式 那是這樣子的 第一個 因為它是 非金屬加非金屬 那就是共用價電子 顧名思義 共價件就是共用價電子 所以我必須把它的所有的 價電子都算出來 所以第一步計算 價電子總數 你比方說 這一個氫有一個價電子 然後呢 氧有六個價電子 6A組 所以這個水分子 總共八個價電子 這第一個 價電子總數算出來 那第二個 通常它 像這種水分子 它就是單中心 會有一個中心 那誰是中心 就是一個原子的 就是中心 那其他就是外圍 那中心跟外圍 先用單鍵把它連起來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個一個鍵就是兩個架電子 所以它現在已經用掉了四個架 兩個鍵就是用掉了 兩個鍵就是用掉四個架電子 那還有幾個呢 還有四個 還有四個呢 怎麼辦呢 就先使外圍的原子 滿足霸域體規則 但是氫只要兩個就夠 因為氫是第一週期的元素 它只要兩個它就滿了 所以呢 接著下一步就是 剩下的四個架電子 分配給外圍 但是氫不要再給它了 氫這樣它已經怎樣了 氫的周圍現在已經 大家注意看 氫的周圍已經兩個架電子 那兩個架電子 那就滿了 所以氫就不要再畫架電子給它了 然後再有剩呢 再有剩下架電子 就是怎樣 加在中心原子上 所以呢現在氫 這裡還有四個架電子 然後呢 剩下四個就點在氫原子的上面 好 那這樣呢 點完之後 八個架電子都分配完畢 那分配完畢呢 你要去檢查一件事情 是不是每一個原子都滿足霸域體規則 那所以我們看到氫 你注意氫只要兩個就夠了 氫只要兩個就夠了 沒問題 好那麼看一下氫 氫原子有沒有滿足霸域體規則 你注意共用的也可以當做自己的 所以氫原子呢 看有沒有呢 2468用 所以大家都滿足霸域體規則 所以這樣就是一個 合理的路易斯結構式 好這是第一個 來請看到第二個 NF3 第一個計算架電子 第三步 那用掉六個架電子 還有二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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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分配給誰呢 先分配給外圍 先分配給外圍 那外圍呢 讓他滿足霸域體規則 所以還有二十個 那每一個外圍要點幾個架電子 再給他六個 這樣他就可以有辦法滿足怎樣 你看喔 再給他六個之後 他就滿足2468 八個架電子 所以我現在每一個佛都給他六個 我現在每一個佛都給他六個 好 那現在呢 我們是不是已經 大家數一數 好 我們現在已經用掉幾個架電子了 是不是用掉二十四個架電子了 對不對 然後還有兩個 我們就給他分配給中心 好我們就給他分配給中心 還有剩下兩個 那要剩下兩個 我就分配給中心 好 那分配給中心之後再看一下 是不是大家都有滿足霸域體規則 中心檢查一下 中心的這個蛋 中心的這個 那是我 所以現在大家都滿足霸域體規則 那這樣 這個NF-3 這樣子就是一個NF-3的一個 合理的路易斯結構式 那我們再看一下 S-O-3這裡 S-O-3 S-O-3的硫 硫 硫 硫跟硫 硫 硫都是6A一組 所以 总共有4个6A一組 总共32个架电子 抱歉 不是 算错 26个架电子 26个架电子 然后 第一步 第一步 我们来画一下 这个流是中心 中心跟外围 先用单间连接 因为我们还没有学过 分子的形状 所以你现在只要平均 这个中心跟外围 然后把它平均 分开画就可以 不用刻意讲究形状 好 用掉6个架电子 还有20个 还有20个的下一步 剩下的架电子 先分配给外围 那分配给外围的时候 让外围的原子满足霸域体规则 好 那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都满足霸域体规则 好 那现在外围都满足霸域体规则 所以现在用掉24个架电子 那是这个架电子 然后接着我们再怎样 剩下还有两个 那现在两个呢 我们再给它分配给怎样 分配给中心 剩下两个再分配给中心 中心好 那我们看一下中心 有没有满足霸域体规则 2468有 那现在这样已经就是一个合理的路易斯结构式 但是你注意这里 这个SO3 因为它是一个离子 那如果我们在画离子的路易斯结构式 画完之后 你要给它一个中挂号 你要给它一个中挂号 然后写二负 这样才是一个合理的路易斯结构式 那我们再往下 进阶的 那接着看到这里来 比方说二氧化碳这里 那二氧化碳这里 稍微大一点 第一个计算架电子总数 所以碳 碳是4A氧是6A 16个架电子 那接着呢中心 中心跟外围先用单间连接 好 这样OK 那单间连接之后怎样呢 剩下几个呢 剩下用掉四个 两个化学键就是四个还有十二个 先分配给外围 让外围满足巴欲体规则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外围已经满足巴欲体规则 这样OK 好这第一个 那接着呢 怎样呢 六二十 六二十二加十 十六个架电子 那这个十六个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都点完了 那全部都点完之后 发现怎样 他说如果还有剩把它加在中心 可是现在没有剩了 那他没有剩怎么办呢 没有剩之后现在中心没有办法 没有剩之后现在遇到一个困难点就是 现在中心没有办法满足巴欲体规则 那如果中心没有办法满足巴欲体规则 怎么办呢 那就是外围的 外围的原子要拿架电子跟中心共用 外围的原子要拿架电子跟中心共用 所以我现在有没有发现这个碳二四 中心这个碳只有四个架电子不够八个 所以我现在把外围的架电子搬过来跟它共用 所以外围的这个碳 先移走两个 然后呢 移走两个架电子 然后搬过来就会形成什么呢 多一个化学键出来 刚刚这两个有没有 然后搬过来形成一个化学键 好 那这里也是一样 那这样你看 这个碳二四六 还是不够八个 所以左边这个仰再搬两个架电子跟它共用 再搬两个架电子跟它共用 再搬两个架电子跟它共用 那所以呢 再把这两个架电子把它搬走 那形成多一个键出来 那现在这个中心的碳二四六八就满足巴欲体规则 那这样就是一个合理的路易斯结构式 那之前有同学问老师说 可是老师你这样是符合巴欲体规则 你是一个合理的路易斯结构式 那如果说我刚刚在画的时候 如果说比方说把这个两个搬过来 然后这里形成一个键 那结果还是不满足巴欲体规则 所以我这里呢 我这里这两个再把它搬过来 然后再形成多一个键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那还是符合巴欲体规则 不是吗 那这样子你看 右边 右边的阳 二四六八 左边的阳 二四六八 中心的碳 二四六八 这样大家也都符合巴欲体规则 那我跟你讲 如果说你发现有好几个都是合理的路易斯结构式 那这个而且会造成什么呢 但是上面跟下面有差别在于 它的化学键的数量不同 那化学键的数量不同 其实我们去测量它的化学键的长度会不同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去做实验 那做实验的结果 观测的结果发现 这个CO这两边的化学键 这两边化学键它的性质 长度能量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个是正确的 我用红色的笔 这个是正确的 观测的结果 这个是错误的 那同学说老师 那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怎么会知道呢 你放心很少这种情况 很少这种情况 那如果说真的有这种情况 那除了二氧化碳 这个我们课本有的 那课本有的 你要另外记之外 那如果课本没有的 你只要画出合理的路易式结构式 那都是 可以得分的 这样大家听懂意思 除非是很常见 像二氧化碳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分子 你要另外背 那种很不常见 然后它考出来 你只要画出 合理的路易式结构式 那就是 正 不敢说正确 但是那是可以得分的答案 就是这样也会给分 大家不用紧张 好那接着 接着我们看一下 那有些是双中心 双中心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是单中心 就是只有一个原子是中心 其他都是外围 那如果是双中心的话 多中心的双中心你看 那双中心的话是这样子 像这一体 C2H4这里 那一样是 架电子先算一下 碳 这种12个架电子 那12个架电子 多中心是这样子 你就把它除以2 那平均一个碳就接两个青 平均一个碳就接两个青 平均一个碳就接两个青 好那我就把它分左右两边平均 左右对称的话 一个碳接两个青 这没问题 好这第一个 中心跟外围先用单键连接 那中心跟中心也用单键 第一步是这样子 那接着呢 这样用掉几个架电子 24680 10个了 那10个了之后 你注意 外围的 外围的 外围的现在 外围的现在已经满足霸域体规则了 这个外围的现在已经满足霸域体规则 所以就不用再处理它 因为碳怎样 然后碳 碳的话 碳的周围 抱歉 现在轻 轻的周围只要两个架电子 它就满足霸域体规则 好所以我们的现在轻已经满足霸域体规则 所以轻 轻不要 抱歉不是满足 应该说 轻只要两个它就 它就满了 就不能再化了 所以这一个 轻这里就不能再动 那所以呢剩下两个就不能补在轻的上面 那不能补在轻的上面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呢 我们还有两个架电子 那两个架电子就摆在中心 就摆在中心 那这两个中心呢 接着我们看一下中心有没有满足霸域体规则 中心的这个碳 共用呢就当做自己的2467 左边的碳7个架电子 右边的碳也都是7个架电子 所以很明显不满足霸域体规则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两个碳各拿一个架电子出来共用 这个架电子把它搬过来 那这两个碳各拿一个架电子出来共用 最新能多一个键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合理的路易斯结构式 这样就是一个合理的路易斯结构式 那最后看一下N2F2 那它也是双中心 它也是双中心 那双中心呢 现在问题来了 那这样佛跟但谁是中心 这个时候你注意 我们之前讲过佛呢 是最会抢电子的 那这个最会抢电子的 不要把它摆在中心 这个最会比较会抢电子的 要摆在外围 这个佛 这个大家先给它足迹就好了 我们一年级的程度而已 这个就先记一下 这个比较会抢电子的 这些原子要摆在哪里 摆在外围 摆在外围 所以我们开始来画一下 那这个架电子几个 但是5A组 4是7A组 24个架电子 那但是中心4是外围 中心跟外围 先用单件连接 中心跟中心也用单件 好 这是第一个 那接着呢 接着呢 这样用掉246 还有18个 那接着呢 我们呢 剩下的架电子 先分配给外围 因为这个比较会抢电子的 就把它摆在外围 为什么 因为摆在外围的话 可以让电子云疏散到外围 才不会太集中 因为电子云跟电子云是会排斥的 所以这里 外围已经满足 8个架电子 好 那现在呢 用了几个呢 826加24 8个架电子 那还有多少呢 826加24 8 还有6个架电子 那6个架电子 我现在呢 最后 下一步 那下一步之后 剩下的就把它 还有架电子把它给中心 把它给中心 所以剩下 2 抱歉 2 4 6 把它给中心 那给了中心之后 发现怎样 那中心的话 有没有满足巴鱼体规则 画一下 2468这个蛋有 左边的蛋有满足巴鱼体 但是右边的蛋原子 246 不够8个 那不够8个怎么办呢 这里呢 我们就让它共用 让它满足巴鱼体规则 我们就让它共用 让它满足巴鱼体规则 那共用满足巴鱼体规则 所以这里呢 这里 蛋的这两个电子 拿走 搬过来中间 公用 那这样的话大家都满足巴鱼体规则 这样都要满足巴鱼体规则 那这样就是一个合理的路易斯结构式 那这个有同学会有画出其他的结构 那其他的结构 这样子 这样子 你刚讲过 你只要能够画出来 每个都满足巴鱼体规则 那如果是一个不是很常 不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分子的话 你就能够画出合理的都算是可以得分的 那像这个N2 F2 其实你还可以画出其他的 但是其他都不是正确的 那这里你注意 比如说老师 那我要怎么判断它是正确 通常我们是这样看 或是这样看 如果说 这个分子 如果可以对称的话 那对称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结构 观察上是这样 比方说这个 如果你的双剑摆在中间跟摆在旁边 那我会把它选择摆在中间 因为观察上 如果摆在中间 那看起来它左右对称 那通常它就是一个可能性 比较大的一个正确的结构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